6月3日,行男吴彦祖宣布与太太Lisas的爱情结晶品Raven已经诞生了 他在微博上载刚出生女儿的小手的照片 并表示女儿带给他更完美的家庭 现在一家三口兴奋踏入人生新旅程 同日,吴彦祖以行报造型出席新片窃听风云三记者会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他表示女儿重达七斤 又表示女儿的嘴巴很像自己 但他还是担心女儿以后太漂亮 会遭到其他男生的欺负 当然很开心吧,因为等了9个月 然后终于有个挺漂亮的美女生出来了 所以当然很开心吧 但也开始担心吧,担心她的未来 尤其是因为美女吧 我就怕给很多坏的男孩子抛吧 吴彦祖自报女儿的名字叫Raven 但中文名字就要由身在美国的吴爸爸帮女儿去 我们查证了一下Raven的意思 竟然是来自中世纪英语有大乌鸦的意思 而且更有爱偷窃的人的意思 用作形容词时更加有饥饿贪婪和狼吞虎咽的意思 也许吴彦祖为了增加女儿的自卫能力才有此想法 我觉得好可爱啊 然后就看到一个生命那么那么那么正贵吧 因为她现在什么都不会 所以是完全是靠我们两个去照顾她吧 因为女儿的出生让吴彦祖流露出慈父的爱 她跟自曝有再生一胎的想法 但现在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被问到老婆Lisas和孩子是否已经出院 吴彦祖就声称老婆5月30号生产 目前还在医院 而女儿就因为还有兴盛而很普遍的黄胆 所以还要照一到两天的灯才可以回家 以至吴彦祖离开记者现场时 有差不多十部狗仔队的车在跟踪她 但是吴彦祖就没有去医院看老婆 而是直接回了她位于香港西贡的家 其实外界对于Lisas在哪家医院生产 一直没有肯定的答案 而5月30号到记者会当天 相隔已经四天 按道理普通产妇就算是剖腹生产 都已经可以出院 至于孩子的黄胆 根据专业的知识 一般要在医院照七到十天的蓝灯 而且考虑到吴彦祖 一直以来对媒体的不信任 因此我们大胆预测 Lisas甚至是孩子 已经早就回到了西贡的家中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